这个女孩刚睡醒 只是打了个哈欠 却发出了迷人的高音 还没来得及疑惑 一个不小心就摔下了床 抬头一看 自己的下半身竟然变成了鱼尾巴 直接把她吓成了表情包 一旁的猫咪看到也是高兴坏了 心想这顿自助餐真不错 一年都吃不完 女孩见到猫咪有非分之想 立马来了个人鱼百尾 下一秒可爱的猫咪就被甩飞 女孩叫阿湘 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在她18岁那天 对她十分宠爱的父亲 直接送了一座岛给她当作生日礼物 阿湘听后也是十分的开心 第二天就带着小伙伴来到岛上玩水 阿湘当想下水 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奶奶 告诫阿湘要敬重大海 不然就会变成美人鱼 阿湘一听心想 老奶奶您看上去虽然有点老 但是内心还是十分的年轻 竟然还喜欢那么天真浪漫的童话故事 阿湘听后没把老奶奶的话放在心上 转身就愉快地下了海 正当阿湘玩得兴起时 突然一道光照在了脸上 阿湘被光吸引向着光的方向游了过去 到了海底 阿湘见到一块异异生灰的新型石头 他拿起石头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就在此时 他的周围突然出现了许多水母 海面上空也是风云突变电闪雷鸣 被水母包围的阿湘管不敌重 最后用尽力气掉到了海里 外面的发小阿诺一看 二话没说就跑去救阿湘 黄天不负有心愿 经过阿诺的努力 终于把阿湘救了上来 阿诺这发小真的能处 有事他是真伤 阿湘醒来后 众人眼看风浪越来越大 就离开海岛回了家 心里焦脆的阿湘回到家后 累得倒头就睡 可第二天早上阿湘醒来后 竟变成了美人鱼 阿湘立刻拨通了阿诺的电话 让他来帮帮自己 阿诺来到阿湘家 看着他那漂亮的大尾巴 露出了诧异的目光 张嘴就想咬下去 阿湘见状 又是一个人鱼摆尾 直接给阿诺来了一个大嘴巴子 接着又是一声清脆的人鱼高音轰炸 一顿收拾下来阿诺立马老实了 立刻就帮阿湘想起了办法 他拿起手机就刷起了小红书 想看大家遇到这种事都是怎么解决的 没想到英雄所见略同 小红书给出的答案都是找到真命天子 然后来一个甜蜜的真爱质问 阿湘又想起海岛出现的那个老奶奶 看他的样子和他的话 一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两人决定去海岛找那个老奶奶 问清楚事情原委 一阵脑力输出后阿湘也是饿了 阿诺顺手就将手里的薯片递了过去 肚子饿的阿湘也是接过薯片就吃 可他刚放嘴里咬一口就感觉不太对劲 拿过包装一看 竟是鱼脆片 气得阿湘直翻白眼 接着两人就前往海岛 可来到岛边却没有船可以过去 因为今天早上刚好有飞机失事 飞行员和名人DJ伊森掉进了水 船只都要去救援 真是无巧不成熟 这个伊森 正是前几天在阿湘生日拍队上的那个DJ们 听到伊森的名字 再想起那帅气的脸庞 阿湘激动得两眼直放金光 心想这不就是天意吗 让自己去解救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感动不以后深深爱上自己 然后一人一鱼坠入爱河 最后再和真命天子的深情亲吻下 自己变回人类 想到这里 阿湘就急不可耐地游向了大海 去寻找自己的真命天子 没过多久他游到了海岛 刚上岸 就看到了伤痕累累的DJ男 看着眼前可怜的男人 阿湘也是心痛得不要不要的 然后帮他包扎好了伤口 看着躺在怀中的DJ男 阿湘笑得那是一个春光满面 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女孩 猫咪见了两眼发光 这一天他突然在荒岛上醒来 却发现自己没穿衣服 好尴尬好害羞啊 就在阿湘不知所措时 阿诺及时赶到 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了他 而没了衣服的阿诺 只能用垃圾袋将就将就 阿湘解救完DJ男后 双腿竟然也神奇地变了回来 为了庆祝恢复原样 阿湘带着闺蜜来到商场买新衣服 他在试衣间准备试衣服时 腿上却突然痒了起来 他只好抓一抓 可抓着抓着 双腿又变成了美人鱼尾巴 吓得他差点当场去世 只得再次打电话给阿诺求救 而这边正在工作的阿诺接到电话 立刻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就去救场 看看阿诺这随叫随到的态度 不得不再次对他进行表扬 阿诺将阿湘带回家 两人又趴在床上一顿分析 经过一阵手机搜索 终于弄懂了阿湘又变回美人鱼的原因 原来海岛日落之后 阿湘就会变成美人鱼 海岛日出后就会变回美 可阿湘刷着刷着 就刷到了DJ男药办付出表演的消息 看到这个消息后 阿湘按捺不住自己的躁动 带着阿诺就去了现场 为了不让众人看到自己的人鱼尾巴 他选择坐轮椅出行 用毛巾把自己的腿圆圆湿湿地围住 这阿湘还真是个小机灵鬼 变成人鱼也阻挡不了他追爱豆的心 来到现场 一帮青春洋溢的年轻人在爱豆的带领下 疯狂地释放着自己的激情 气氛实在是太火热 可阿湘看着看着 就被两个吵架的年轻人推到在地 果真是站得高看得远 站在台上的DJ男 一眼就看到了阿湘倒地 他深情款款地就走到了阿湘面前 四目相对的两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场面不要直呼太甜蜜 接着两人就来到了外面的咖啡馆 聊起了兴趣爱好 第二天 意犹未尽的两个人又约在了一起 拍照片 坐摩天轮 这也太潇洒了 看着他们满脸的幸福 真是郎才女貌 可奈何天宫不作美 摩天轮突然坏了 而现在也马上就要日落了 一到日落阿湘就要变成美人女 阿湘的内心也是慌得不要不要的 好在他还是将求救消息发给了阿诺 阿诺看到消息 可老板也是好说胆说 最终在老板极不情愿的态度下跑不出来 看着阿诺这火急火燎的样子 也不知道老板以后会不会给阿诺好果不吃 当阿诺赶到现场后 也是有一点点尴尬 看着眼前的情景 你说她是该来呢 还是不该来呢 这个女孩为了得到真爱之吻 竟然在恋人面前展示人余生 没想到直接把对方吓了一跳 转身把腿就跑了 只留下阿湘黯然神伤 阿湘原本以为遇到了真爱 于是打算坦白一切 可见此情况终究是错误了 惨遭拒绝的阿湘被伤透了心 整日郁郁寡欢 阿诺看到阿湘这样颓废心痛步 便将阿湘约出来谈心 在车上 阿湘对自己的未来表达了深深的绝望 认为不会有人爱上她这样的美人女 可阿诺却站了出来 说她爱阿湘 一直爱着 不管阿湘是不是美人女 也不管阿湘身上是不是有余欣慰 她都深深地爱着阿湘 听到阿诺的深情表白 阿湘感动地落下了泪水 但被爱上透了的阿湘已经看透了现实 她不再相信童话故事 也不再指望事实顺心 而是懂得了接受现实 努力活得精彩 然后就给阿诺发了友情感 拒绝了阿诺的表白 果然爱让人成长 看看阿湘这精彩的发言 真的是长大了 阿湘也把事实告诉了父母 不过看着父母的反应 我都在想阿湘是不是轻生的 坦白了的阿湘 为了不再吓到别人 每到太阳落山 便孤独地一人游去了海岛 这天晚上 阿湘独自一人坐在海边捡垃圾 突然一个声音把她吓了一跳 原来是DJ男找了过来 DJ男表明了来意 说她知道事实后愿意献上真爱之吻 替阿湘解除诅咒 看到DJ男终于醒悟 真的是从心里替阿湘高兴 这下总该完美大结局了 两人深情地看向对方 慢慢靠近 就要吻上去 一个人影却鬼魅地出现在了两人身旁 看着凭空出现的人影 DJ男吓得直接跳了起来 大叫有鬼 阿湘一看原来是之前的老奶奶 奶奶听到DJ男叫自己鬼后 顿时不乐意了 心里直接来了一句你奶奶的 然后质问DJ男怎么只会说是鬼 不会说是影视 还别说 奶奶这说法还真一点毛病没有 阿湘只得打起了原场 DJ男也是立刻知错就改 道起了歉 老奶奶一看小伙还挺上的 心里想就不和你计较了 就和他们说明了来意 原来阿湘和男人亲吻的确能让他恢复正常 可是亲吻过后男人却会变成美人鱼 诅咒将会转移到男人身上 说完这一切老奶奶也知道 两人接下来要面对人性的考验 失去的就离开了 奶奶走后 DJ男立刻表明了自己对阿湘的爱 但随后也立刻表明了对自己人生的更爱 他还提出灵魂之变 爱上一个人难道就得放弃一切吗 显然在他看来这是不公平的 阿湘在经历DJ男的第一次伤害后 真的成长了许多 当即就认同了DJ男的想法 并且还说 自己已经学会接受自己现在的处境了 你看看这成熟的让人心痛了吧 看来阿湘真看透了 然后他站起身就要离开 DJ男却立马叫停了阿湘 阿湘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这是还想干什么 难道回心转意了 DJ男果然没有让阿湘失望 对着阿湘说这是你住的地方 要走也是我走 阿湘一听心想 你踏马的还真是个天才 说话一套一套的 于是赞同地点起了头 DJ男就无情地离开了 这天晚上 阿湘欣赏着自己的小窝 一个皮球突然砸了过来 可没差点把阿湘吓死 转头一看竟然是阿诺 阿湘很是疑惑 便问他来干什么 阿诺一看这地方适合表白 再次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说阿湘走后他的心一失了 当他知道阿湘选择永远当美人鱼之后 很担心阿湘 于是他没有听从老奶奶的劝告 去找了那个新型贝壳 获得了诅咒 也变成了美人鱼 阿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阿诺满不在乎地回答 只要能和阿湘在一起 多么不寻常的生活他也愿意 之后阿诺更是放出了大招 说他接受阿湘不爱他的事实 他愿意等 他相信爱是会随时间增长的 阿湘听后再次灵魂拷问 假如永远等不到 自己爱上他的那天怎么办 阿诺却依然无所谓地回答道 当不成恋人就当朋友 只要能陪在阿湘身边就好 阿诺的回答实在太虐心了 这么好的男人谁能拒绝呢 看到这里阿湘再次明白了阿诺的真心 也被阿诺的深情深深打动 然后阿湘满脸幸福地游向了阿诺 正如电影结局所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执着 童话故事就一定要有一个快乐结局 所以那就让我们别管结局 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对的 也找到新的开始